HELLO 大家好,最近大家有去賞櫻嗎? 現在剛好櫻花季耶,我們來畫一幅櫻花吧 我們來看看我們需要準備哪些工具 首先我們先用一寸刷沾一點點太青藍 把我們的地平線的記號先畫出來 先為我們的天空用打豆號的方式上一點點藍色 這個步驟要注意的是顏色的深淺 那我們顏色不要一下下的太重 所以我們在沾顏料的時候千萬不要一下沾的太多喔 顏色上的差不多了,我們再加一點比較深的太青藍進來 藍色上好了,我們稍微加一點點的紫色 一樣用打豆號的方式,記得顏色不需要上的太重 我們也可以在紫色裡加一點點藍色 藍色裡也可以加一點點紫色進去 這樣子顏色層次會比較豐富 天空處理得差不多了 我們來處理一下下面水面的部分 我們一寸刷,沾一點點太青藍 兩側往中間橫刷,記得我們的筆觸可以做些長短不一的變化 橫刷完我們再直拉做出水面的倒影 有些地方顏色可以比較深 藍色拉完我們換紫色 我們天空的紫色在右邊,倒影當然就會在右側 那我們天空跟水面的部分都做好了 我們換一支乾淨的一寸刷,沾一點點白色 我們來做一點雲的感覺 雲我們一樣用打豆號的方式來做 我們的背景已經有其他顏色了 所以我們的一寸刷要隨時擦乾淨的來畫雲的部分 比擦乾淨我們稍微在水面上輕輕的橫刷做出水波紋的感覺 這個步驟只要輕輕的就可以囉 我們用一點點孤藍色加一點點深咖啡色跟黑色 我們把遠方的山的輪廓先畫出來 先在上圓畫一條深色,再用乾淨的白竹中筆把顏色暈開來 我們要來做出山上的雪 用筆刀切一點白色的顏料,加一點點打底白拌勻之後 用筆刀的短邊切一點點的顏料 在山的左側輕輕的往旁邊拉 做出一點潑潑的感覺 這樣我們山上的雪就做出來了 如果覺得山的暗色太少了,可以再用平頭筆加一點點暗色回來 這樣山就完成囉 用一隻白竹中筆沾一點黑色,我們在左邊也加一座山 一樣我們先把山的輪廓先勾出來 勾勒好之後,再用一寸刷拍一點點黑色,把山做出來 這是比較遠的山,所以我們不用把它拍得太滿,沒有關係 下面可以稍微讓它有一點點霧氣的感覺 接下來我們再做一個比較前面的山 這次我們用孤藍色,一樣先用平頭筆把山的輪廓勾勒出來 我們用剛剛的一寸刷拍乾淨之後呢 沾一點點孤藍色把前面的山點出來 這個山會比較小一點點 沾到架好了,這次我們來架一個遠方的陸地 用平頭筆沾一點黑色,把陸地的介號線畫出來 平頭筆兩面沾顏料 我們把筆尖用平之後呢,輕輕的往上拉 就可以做出遠方樹林的感覺了 拉的時候啊,我們線條要有長有短的 顏色的深淺癌也可以有不一樣的變化 這樣子會比較自然喔 這樣我們的陸地就做好了 接下來我們可以稍微啊,幫陸地加一些些水中的倒影 那我們用一寸刷,往下直拉 用筆刀切點白色跟打底白,1比1拌勻後呢 我們用筆刀切一點點這個顏料 在我們陸地跟水面的交界處啊,橫拉 就可以切出水線囉 水面上我們也可以切一點點水線的感覺 我們來把櫻花的樹枝先畫出來 用平頭筆,沾一點黑色加一點點的深咖啡色 記得兩面沾顏料把筆刀用平 我們在畫的時候才不會把樹枝一下畫得太粗喔 大家也可以稍微啊,先把樹枝的位置 先做個記號線出來 確認好位置之後呢,我們再做加粗跟加深的動作 這樣也可以避免一下子就把樹枝畫得太粗 我讓我翻炖一下子就把樹枝加深的 there 然後就把樹枝做出來了 很多效苗比四一 eyeballs 好四喔 好幾乎 多不錯 好幾乎 還有五乎 好幾乎 好幾乎 粗糙 樹枝做好了 我們可以換線形筆 把最細的樹枝也拉出來 用線形筆的時候啊 建議大家可以先沾一點點芽麻油 再沾鹽料 這樣子我們在拉樹枝的時候才比較好拉 接下來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櫻花 用一支平頭筆啊沾一點紅色 我們先把櫻花的雛形畫出來 來幫我們的櫻花加一點亮色 那我們可以換另外一支乾淨的平頭筆 沾一點白色 稍微在我們的花上面加一些些亮色出來 我們的筆啊 記得要隨時擦乾淨 這樣子我們的白色才不會髒掉喔 大家也可以啊 先在調色盤上面先練習看看 確定好之後呢 再滑上去 除了有比較深的櫻花 我們也可以畫一些比較亮的櫻花出來 我們可以來畫個粉紅色的櫻花 在花心的地方啊 我們再加一點點洋紅色 這樣子就有櫻花的感覺囉 顏色太重的話可以把筆擦乾淨 我們再把顏色輕輕的推開來 那我們接下來啊 可以再多畫幾朵試試看喔 看看還有我們 在旋轉上的色彩小的方式 最後呢 我們再高一點點겠습니다 可以浮泡的一看到喔 一樣吧 喔 再拉好看喔 再拉好看喔 綁揚一下喔 然後來右邊 花 花不要忘了有大有小 还有我们也可以点一些花苞 如果啊你抓到了花花的感觉了 就可以开始尽情的帮我们的树枝上面加上樱花吧 i know you 这才是蓝天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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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